外交部长吴钊燮访欧行程 14号到捷克参与欧洲价值高峰会 跟捷克总理帕维尔同台 也是我国外交部长首次跟非邦交国领袖同台 帕维尔开场致辞的时候 还呼吁欧洲国家团结挺台 吴钊燮上台演说时特别表达感谢 那么下一站将会前往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外界就猜测有可能会拜访欧盟总部 在2023欧洲价值高峰会上 捷克总统帕维尔一番挺台言论 让坐在台下的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相当感谢 我国外长受捷克智库邀请发表演说 也创下首度和非邦交国领袖同台记录 下一站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外界猜测也可能拜访欧盟总部 那访欧盟当然了 比如说你要安排 蔡英文总统要去那边访问 或者说是甚至可以说视讯 或者说是有欧盟的这些官员 要到台湾来跟我们进行互访 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是否为蔡总统卸任前 可能防欧做准备 辅方不证实 但外长这趟防欧行 在在展现台欧友好关系 这是刘春日台报道 为蔡ádwel 小器耳地得